Odio Jungle Odio Jungle 原标题,他才是南京大屠杀真正元凶,杀人无数逍遥法外,至今国人很少知道1948年到底发生了什么, 让共产党战胜了国民党1980年代偷胎的中国小朋友只能眼红中国,欧洲四十四国委和无法大一统中国神仙排行榜,古人没有套套,如何避孕明朝一两银子值多少钱? 12月13日,是一个令中华民族永世不忘的日子,1937年的这一天,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,攻入了民国首都南京,在这一古老文明的城市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世界惨案,南京大屠杀,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内,30万中国人民惨遭杀戮,整个南京城成为一座死城, 到处都是被日军疯狂杀戮的尸体,尸横遍野,惨绝人寰,日军的雷雷罪行庆祝南书,在多数人的印象中,制造这起人间惨案的,是日军指挥官松井石根,二战后的东京审判中松井石根,也由此被判定为甲级战办并执行了绞刑,而事实上真正制造这起战争暴行的却是另有其人,战后凭借着自己特殊的身份, 逃脱了审判逍遥法案,活了九十多岁才进入地狱,朝乡宫鸠燕王,他就是朝乡宫鸠燕王,日本御人天皇的叔叔,南京大屠杀的真正元凶, 1887年朝乡宫鸠燕王,出生在日本皇族家庭,成年之后曾就读于日本陆军军官学校,日本陆军大学,1926年御人天皇登基后,日本国内的形势逐渐向右发展,军国主义迅速抬头,作为天皇支持者的朝乡宫鸠燕王则,在这个时候为军国主义摇起难喊,积极主张对外扩张, 1936年2月26日,日本爆发了由下层少壮派军官组织的226事变,此次政变本是军国主义发展的产物,却让御人天皇始料不及,险些有被架空的危险, 恰在此时朝乡宫鸠燕王为发动政变的下级军官求情,这一举动触动了天皇敏感的神经,御人大怒,借此事将其从皇室名册中除籍,朝乡宫鸠燕就此失宠, 不过朝乡宫鸠燕王毕竟属于日本皇族,跟天皇本是一家人,因此也就没有被严肃处理,朝乡宫鸠燕王剧照就这样一直到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,朝乡宫鸠燕王终于迎来了自己赎罪的机会, 1937年8月13日,松户会战爆发,中日双方投入上百万军队决战上海,此一日军方面由退役大将松景师跟指挥作战, 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,日军打得异常艰难,部队舰员三分之一不说,松景师跟自己还病倒了, 此时的朝乡宫鸠燕王听闻信息,感觉是自己东山在起的机会,决定向天皇争取出战中国,这一次,愚人天皇痛快地答应了, 1937年12月2日朝乡宫鸠燕王,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司令,军衔中将,12月7日朝乡宫鸠燕王赶到南京前线, 接替因被病,而正在疗养的亲华日军,华中方面军总司令松景师跟,处任日本攻占南京的临时总指挥官, 此后,日军整个对南京战役的实际负责人,便由松景师跟换成了朝乡宫鸠燕王,松景师跟1937年12月13日,南京陷落, 大量的中国平民和军人成为了日军的俘虏,不久朝乡宫鸠燕王,便听去了工程部队的汇报, 随即就下达了一道加盖机密和越后集坟的密令,要求日军杀掉全部俘虏,此后害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, 就在这些绝密的命令中开始了,成千上万的中国平民的放下武器的军人, 遭到了惨无人道的屠杀,为了展示自己的变态心理,日军还举行杀人比赛以此取乐, 种种人类难以想到的杀人手法,都被这群畜生受狱般的发泄到国人身上, 在这两个多月的人间烈狱中,朝乡宫鸠燕王又陆续发布了一系列的杀人命令, 最简单而直接的只有四个字全部杀掉,凭借着他的这些命令, 日军无所顾忌的发泄受刑,南京城一片炼狱,日本侵略军进入南京, 1938年2月18日,由于大屠杀使日本军队臭名昭著, 日本大本营撤销上海派遣军建制,朝乡宫鸠燕王和松景石根, 都被召回到日本,归国后松景石根退役,朝乡宫鸠燕王则, 继续在日本国内担任高级军官,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, 愚人天皇为保护皇族免遭盟军迫害,将皇族人员纷纷调离军队, 盟军总司令迈克阿瑟出于政治考虑决定, 不对日本天皇进行审判,借此机会对于日本皇族成员也不予起诉, 就,这样在东京审判日本的甲级战犯名单中, 没有出现朝乡宫鸠燕王的名字,反而出现了松景石根, 这一南京大屠杀替罪羊的身影,被执行了绞刑, 无可否认松景石根确实对中华民族犯下了雷雷罪行, 但要论南京大屠杀的真正元凶祸首非朝乡宫鸠燕王莫属, 这一点无庸置疑,愚人天皇1981年4月12日, 朝乡宫鸠燕王病死,终年94岁, 这一对中华民族犯下滔天罪行的刽子手, 因为天皇的关系,逃脱审判确实令人感到不公, 朝乡宫鸠燕王虽然死了, 但这个元凶祸首的名字, 值得每一个中华儿女牢记, 正是这一刽子手提起野兽军队, 制造了人类最大的惨剧, 正是他们让中国三十多万同胞死不明目,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, 作为国人我们没有牢记历史, 勿忘国耻, 奋发图强, 只有如此才不会让昔日的惨剧重演, 只有如此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。